新的生產製造 來對大家在生產線上的不確定性 所以在未來 製造業必須有效的利用 軟體 AI 網路等等的最新技術 來實現數位製造 我們從規劃製造到回收 製造生命周型要連結到所有的階段 所以大家透過畫面上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這位操作人員 他正在模擬 模擬什麼呢 因於模擬我們在生產線上面的生產能力 或者是生產需求的波動 甚至是機台程序的設計 都可以透過模擬的方式 把它模擬出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有效的來執行製造程序 甚至事實來調度我們操作人員 那你的工廠就可以不受干擾的 快速靈活的做出反應 那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模擬 還有檢測的方式來檢查 通常生產商會有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機械人手臂吧 其實呢透過機械手臂還有雲端AI都組織 我們就可以做到節省能力 就像現在這位操作人員在操作 透過一個平板 我們就可以呢遠端來進行操控跟了解 那如果說呢在模擬過程當中呢 生產線上面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也可以呢即時來提出呢 最佳的維護跟解約方案 那我們現在呢企業跟政府呢 都有極暢叫做的靜靈看牌 那以後呢我們工廠呢 就可以透過集中管理的方式呢 來瞭解我們現在能源的消耗能量 以及二氧化碳的排出量 可以有助於呢實現我們探中火的目標 所以呢我們原化呢 從設計到維護的製造設定桌子 擅用現場的知識還有技術服務 包含像是呢核心組件 控制機器或者是呢我們數位技術 包含像是有身經骨抵器啊 或者是可視化的工具 就可以能達到鞋和效應 那下面電機呢 還有我們一飛鼠聯盟的合作夥伴 希望呢跟大家 在未來可以來共造一個 數位製造的奇案生態性 好影片有點抽象 但是呢我們剛剛在旁邊 有就是有我呢有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透過呢數位製造 可以解決缺工人力缺乏的問題 那有哪些方式呢 有要跟我分享一下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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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